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不聊某一个具体的个例新闻 而是聊一连串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中国或者说中共的军队高层 现在似乎频繁出现动荡 自从三月份以来 已经有好几任火箭军的高层司令那一级别的 被带走调查 那么上周是五六天以前吧 还传出吴国华突发脑浴血 但是后来传说是自挂东南枝的这个新闻 再结合现在秦刚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也没有任何消息 网上摇田这么漫天飞 却不见他出来披个谣证明一下等等 都产生了 给我们产生了一种 中国高层出现一些变动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可能出现什么变动呢 我们做一个基于事实的推测的一个分析 好 那么话题从何开始呢 我们先梳理一下火箭军高层的这个动荡 那么最新的呢就是7月6号 这个火箭军的副司令 叫吴国华被传说是突发脑浴血去世 但是有更多的间接的消息传说说他不是脑浴血 而是自挂东南枝挂在那个门框上了 据称说他们这个老一辈军队啊等等 他们喜欢那个房梁的挑高比较高 那住的比较舒服 不压抑 那么那个门框有的呢也比较高 按照中国军人这个身高的话 只要他那个绳系的比较紧一点 门框是能挂人的 据说是有这个说法 然后呢咱们从这个先不论它真假啊 咱们从这往前倒 他逝世了是真事是吧 人没了是真事是吧 然后再往前倒 然后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 之前被带走调查了 根据法广 其实不是什么什么自媒体 这么小道理 不是 是法广的消息说 据称有可能这个李玉超被带走 跟他儿子在美国 透露泄露这个火箭军的机密有关 那么这算一个 然后再往前倒 什么这个刘光斌啊 这个张震忠啊 你会发现火箭军的顶层 好像一直就没消停过 那我们说什么叫军心不稳啊 军心不稳就是最典型的 现在这种情况 它最核心的上层不稳 而军心不稳直接影响 这支部队的直观的战斗力 而火箭军又是他习近平 咱们当今圣上准备要对台湾动手 对抗美国最核心 最有用的一把武器 他为什么要放任火箭军变成这个样子 很有可能 那我说 首先第一个直观原因 就是跟瓦格纳兵变有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初瓦格纳兵变的当天砖头 当时做出的报道的一个摘录 然后我们说说中国这边 就是瓦格纳这次事件 对于中国产生的一个深远影响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声音 他们觉得说 这次因为两国的体制不同 军队的这个编制也不一样 基层也不一样 所以导致了这次瓦格纳事件 好像不会对中国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在这点上呢 砖头是不同的观点 它的影响不在于说是中国武统台湾 去打台湾动手之后才影响 他现在是这次出来之后 习近平再想动手台湾 他得好好掂量掂量 尤其是在瓦格纳发生之后 所以就这一点 人心是最可怕的 瓦格纳这次捅的这刀 他不仅仅是捅在了普京的腰眼上 他也捅在了咱们圣上 对于下属军官 下属军区司令的信任的这个雕杆上 而且捅的更深 更狠 更这个宽广 所以观众朋友 咱们想象一下 习近平现在他的处境 我是说在这个对台湾动手这块 其实他就非常的被动了 甚至可以说艰难 是真正慎重的去掂量 这次掂量的不再是掂量 说我们能不能打赢美国 能不能扛住美国 能不能抵挡住美日联军 同时把台湾占领下来 他参考不是这个 他担心的是 他把嫡系部队调到南方去对付人家台湾的时候 其他地方的军阀 会不会效法瓦格纳 也来一场安禄山 也来一场清军策 要知道这两个典故 可都是中国土产的土生土长的呀 他现在心里没有底 因为他没有在基层 军队基层混过 因为他没有干过情报 这些东西 他不敢真的用人不一人不用 你们仔细思考一下 习近平上任以来 整个军队的高层 各军区的司令 他换了多少个 好 大家可以看到在三个星期以前 砖头就做出了相关的判断 那现在后续的发展果然如此 先是火箭军接连出事 然后现在秦刚出事 下一个谁出事还不知道的 那我们说火箭军 首先他有他独特的特殊性 火箭军就是原来的二炮部队 其实我觉得他这名字 还不如叫二炮 二炮这个名字 我觉得比火箭军更有诗意 或者说更有想象的空间 第二炮兵 导弹部队 你叫过火箭军 你就让我感觉特别的 我不能说没文化 但是我会想到金正恩 那个火箭人的外号 我觉得总有点怪怪的 这是一个客观 大家名称不重要 这是我自己直观的一个感受 那么火箭军 它作为一个特殊的兵种 在咱们圣上登基之前 实际上是他们红色家族 盘根错节的一个领域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火箭军 炮兵是战场之神 这个号称炮兵 那么火箭军作为第二炮兵 那就是神上之神 最牛逼的存在 这边一按电钮 那边你可能就灭敌于千里之外 这种传说小说中的什么 鼠山飞舰才能达到的效果 现在的科技可以达到了 所以而这种斩首 这种火箭 在缺乏有效的拦截的情况下 那可以说不夸张的说 是悬在很多人头上的 尤其是独裁者头上的 一颗达摩克里斯之剑 他那边只要输入参数 更改参数 如果能够有效的切断 相关的预警系统的话 有可能祸到临头了 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所有的君王 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咱们现在习近平忌讳 那当年的像什么江泽民 像他们那帮人一样忌讳 所以当时很多家族都把手伸进火箭军 培养扶持自己的人 所以咱们首先要清楚 火箭军的内部的结构 是比较的鱼龙混杂的 派系不分明 所以这一支部队是习近平 他要捏在手中 但是捏在手中 有点割手的这么一个存在 再加上火箭军它独特的特性 是一个高技术兵种 你如果说发射 这命令谁都会 甚至你喊一个卖破碗的 过来说发射 发射 那也会 没有用 你真正作为火箭军队司令 你除了要熟悉自己的弹药 你的射程 你的这个制导的方式 尤其是你的一些抗性 就是说在对于定子战的抗性 对于导航的依赖性 除了这些技术之外 你还要熟悉人家敌方的 比如说台湾方面的 比如说美国方面 甚至日本方面的 那些导断的参数 射程等等 你必须要烂熟于心 才能够真正指挥这支部队 所以这支部队 咱们说随便派一个人过来任职 不行 跟陆军海军空军还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支部队的主帅 他既要能够说可信 又要能够有一定的技术 还要能够服众 你说这个人选有多难选 所以之前那个李玉超也好 包括这吴国华 他们本身也是在过去 从2012年习近平登基之后 陆续筛选清洗后 飞速升上来的 算是很快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火箭军的军心不稳 他一方面要洗掉那些 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那些人 一方面他要提拔自己人 提拔自己人 其实不是真的自己人 它是这么一种矛盾的存在 所以这是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火箭军不稳的一个内部原因 第二个就是瓦格纳 瓦格纳这事 这不是应验了吗 对吧 君王的心 他特别的小 中国的特点就是能够共患难 但永远不能共富贵 咱们随便数入中国历史上 咱们从历史作为借鉴来参照今天 往早了说 刘邦 刘邦干什么缺德事 刘邦往韩信给灭了 对吧 韩信临死前大喊三个字 我不服 那对 哥谁谁能服 没有他刘邦 没有他韩信 刘邦算个灯 什么狗屁都不算 但是怎么样 韩信落到什么下场 对吧 然后下一个最著名的 宋太祖 这个杯酒士兵权 哎呀 哥几个跟我闯荡南北 但是你们这让我不放心啊 这算是比较仁义的 那最恶心最过分的 就当属中国的明朝的开国元勋 这叫朱元璋 他干的事最恶心 今天我们给大家轻松轻松啊 再讲一个小故事 叫做朱元璋火烧庆功楼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但是它背后的事实 你等会我给你说 为什么说这事故事有意思呢 有人听过 有人可能没听过 传说中 这朱元璋啊 坐了天下之后 担心手里这些功臣不稳 于是呢 他就谎称说 我要盖一座大大大庆功楼 咱们君臣在里边 共享富贵 共享太平 共享这美好江山 然后呢 等这楼建好之后 当时据说这个著名叫刘伯温呢 就请辞 说我不行了 我得走了 我这个身体不行 起骸骨 我要回家养病去 朱元璋本来不乐意 那后来没办法 再三请求就给他放回去了 那听到这 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 这个真是故事 因为刘伯温的下场也很惨 但是咱们过往言之 过往听之 听着这个细节 然后呢 刘伯温走之前 就跟这个徐达就说 说你要小心 在这场庆功宴上 你要紧紧的跟着咱们圣上 寸步不离 你切记在心 这徐达不明白 干嘛要寸步不离啊 不懂吗 就记在心里边 然后等到庆功宴当日 这徐达就进了这个 他们是皇上后来 就群臣先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呢 各种好菜 就好酒 上来之后 大家吃喝非常高兴 然后吃到一半 皇上驾到 朱元璋来了之后 说几句场面话 然后就想走 但是徐达因为心里边 有这个刘伯温的这个警告 他在之前巡查的时候发现 这个楼承重墙敲击 有这个回荡之声 就这个楼里边是有夹层的 他心里咯噔一下 这夹层里边要么是有纵火之物 要么就是有暗藏刀斧手 不管哪个都不是好事 所以他就想起刘伯温这个警告 他就紧紧跟着这个朱元璋 结果朱元璋要走 就来说场面话 朱元璋假装要走的时候 看见徐达跟在后面 就说您这干嘛呀 怎么不出去吃去 我要保卫圣上 我要保驾 朱元璋说你回去吃去吧 徐达就敲面的跪下了 说皇上您真的一个都不留吗 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 哎呀你这看穿了朕的诡计呀 对说法 然后说那行吧你跟我来 然后徐达跟着走之后 这庆功楼就燃起大火 所有的功臣都在里边被烧死了 后来什么徐达因为担惊受怕 背上升了疮 正是不能吃这个发的这种中医奖 就是发的这种食物的时候 朱元璋派人送了他一只烤鹅吧 也不烧鹅的 鹅是发的 吃完之后背上这窗口 蹦裂而死 那徐达是含冤去世的 这是民间的传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知道有一些不实 但是核心要点是为了突出 这些皇上们的猜忌之心有多重 咱们就说朱元璋好吧 根据真正的历史记载 并没有说有这个火烧庆功楼一事 它是民间的这种传说附会 混杂在一起 但是民间为什么能够这么传说 是因为朱元璋这老孙子 他干的确实特别草蛋 有人统计过 有人说明朝的功臣 有说24位 有说多少位的不一样 咱们按照最多标准 他说是66位功臣 按这66个功臣的话 其中大概是有40多名 全被朱元璋砍了 按照不同的时期 那你这个40多比这个66 超过百分之 乍外百分之60 百分之70的功臣 全部被干掉了 剩下的再有一些 这个爵位被回收的呀 死走逃亡的呀 或者一些真正有善终的 好像不超过五位 或者不超过十位 非常的稀少 首先朱元璋自己 对于功臣的残忍 这是其中一个 而再一个呢 也确实因为这个庆功楼啊 传说中发生过火灾 所以双方百姓 把这事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朱元璋 在晚年的时候 因为他的长子 朱彪不是死了吗 然后他就非要传位 给这个长孙 就是这个朱允文 然后为了防止自己心爱的孙子 不能够掌权 又再次对功臣举起屠刀 据说是至少宰了的 有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之间 所以综上所述 这个一个皇上 一旦陷入猜忌之心之后 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他会爆发出 多么可怕的能量来 所以古时候故事 先放回那个时候 咱们回到现代 现代就像专头之前说的 从瓦格纳这事之后 咱们圣上的这种状态 就不是很好 他的精神状态 为什么 你看他最近去苏州 等等那些 一系列的安保措施 有多么严格 你就看得出来 咱们上期报道了 整个高楼全部被占领 不允许有任何一个 能占人的地方 能看到圣上龙岩的地方 他能够安排狙击手 全部都是安检员 所有的没习惯的 全部收走 整个的安保措施 哇天哪 无敌了 你在那地方 你连个可燃物都找不着 他为什么这么担心 那是在他自己家里面 他又不是去外国 对不对 他在自己家里面 为什么这么小心 他防很多的东西 这就反映出 他的一个心态来 所以他一旦陷入 这种猜忌心态 那火箭军刚才说了 这个军种的独特性 他不需要像瓦格纳一样 像着莫斯科进军 人家不需要 人家只需要一按电钮 改变参数 只要在技术上允许 把一些警报 一些系统把它隔离掉 这个随时所谓的瞄准台湾 瞄准美国的武器 就有可能打到中南海 所以他当然害怕这点 武器咱们说了 武器是无故的 主要看这把刀握在谁的手里边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火箭军 甚至包括秦刚 我认为 什么小三之说的 纯扯淡 我认为秦刚真实的问题 有可能是跟美国有关 或者是跟机密有关 泄密有关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情况 正常情况 秦刚如果没事的话 甚至哪怕就是一些小问题 都应该让他出来露个面 怕什么呢 对不对 你还怕他反了天吗 只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 在上他到现在都没露面 这谣言传成这样了 没人露面 所以总而言之 因而总之 现在中国的政治局面 我认为非常的微妙 也非常的尴尬 处在一个骑虎南下的局面 为什么 马上咱们按照之前的步骤 中国是有实质性对台湾动手的期望的 或者他有这个准备的 也如此才有美国之前 伯恩斯秘密访华等等 这一系列 咱们之前说过的 那就不再展开赘述了 但是现在出这档子事之后 火箭军又作为 如果是对台动手 他必须要动的军种的话 他现在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 那我派谁不派谁 谁可信谁不可信 那你说我退下来 我不打吧 这边他已经 咱们圣上已经多少岁了 对吧 还有多少年 可以继续要完成他的宏图大业 再加上中美科技的这个差距 随着脱钩之后会越拉越大 军事实力的更新换代非常迅速 咱们就拿前两天举例来说 对吧 1941年的时候 灵式战机 咱们说了好几次了 在太平洋战场上 真的是玩虐美国战斗机 两年之后 只有两年之后 美军的战机就把灵式打了 他妈都不认识 这就是武器 更新换代的速度 进入战争状态之后 美国会爆发出来 让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而且最近赶上咱们圣上 就是被这个俄罗斯普京 又给坑了一把 隐形的 怎么呢 因为为了给这个乌克兰供应弹药 美国现在等国家宣布 他们的军工厂开始复苏 开始增加炮弹等等的产量 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一种间接的战争动员 也就是说 如果说以前中共突然突袭台湾 可以准备打美军一个措手不及的话 那现在不好意思 你已经打不了措手不及了 因为美国的战争动员已经逐渐开始了 从上面官员的心里那根弦开始崩起来 到下面军工厂开始实施 所以这都是对中国特别不利的消息 然后你退了 你没法退 退的话 那你为了打台湾 你付出这么多政治代价 战狼外交 你摧毁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党内的追责他受不了 所以就处在这么一个不进不退的尴尬境地 那未来他会怎么发展 我们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大料大瓜 被爆出来 咱们到时候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但是目前这个局面 我认为是千真万确 非常的尴尬 好了 那关于今天的本期内容 大家有这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对于砖头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 也欢迎给出您的高见 那如果喜欢砖头视频的话 也欢迎您给砖头 点个订阅点个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